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哈喽民国112年8月6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超级玩乐大帝国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第二个小时跟大家聊的是 跟国民旅游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 在台北市带大家去看猫空 台北市府观传局设计了一个活动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了 就是市府观传局 台北市府观传局 最近有很多的活动 设计规划的都有声有色 像前一阵子在忙大道成夏日的活动 以前只是一个短期一天的活动 现在变成了一个把时间拉长 活动内容多样化丰富 然后我觉得除了让夏天的民众 来到大道成有更多的可看可玩可吃可走走可买的这些体验以外 我觉得也最重要的是也透过观光行销带动了产业的观光产业的发展 而且他这个是时速游构型 就整个你看他还很花心思去跟饭店业者沟通 然后也花点心思跟交通业者沟通 让整个的活动能够更无缝 更有意思的让消费者得到更完整的体验 所以这个事情是势在人为 怎么做 然后传递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那就看你怎么做了 今天不是聊大道成 我们聊的是要聊的是也是师傅规划 观传局规划 台北猫空茶会 走进猫空台北猫空茶会 所以我们特地来跟台北师傅观光传播局的局长 陈主会陈局长连线 那他是这个观光行销的高手 在台湾像台东 我每次都要讲 台东的这个热气球 就是在他的手上一手吹声 然后另外他在中央也做过观光局的副局长 那做的这个行销 观光行销他很灵活 然后呢要求很严 很细 我在猜了 在他手下做事不是那么容易 今天特别跟陈局长连线 由他们来跟我们来介绍 走进猫空台北猫空茶会 局长好 好久不见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观传局 淑慧 我觉得你大概很累很辛苦 做很多事 是不是 我说你 没有吧 我最近没有精神吗 我怕你又说我没精神 有精神 有精神 但是应该很累 我在猜 因为活动很多 很多样 然后很细 那必须注意的东西很琐碎 对不对 让你的那个个性又急 我在猜了 应该是个性急了 对不对 应该是很忙很忙 很忙哦 对不对 但我觉得有意思 市民有福了 就我是觉得观光哦 基本上就自己 身体要好嘛 对不对 第二个事情要看得戏嘛 因为要想在旅客的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种 看起来忙 可是我就觉得它是值得的 因为当我们所有的各个环节都想清楚的时候 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 而且又觉得很难忘的体验 我觉得这是观光人该做的事啊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在看台北市府观传局在做事 它不是只是观传局的事 它应该也做了一些很多横向的联系 可能也把产发局啊 什么等等都都拉进来 一起建立共事以后来 就是活动活动设计的面向考虑的 活动设计考虑的面向很多了 那需要各方资源整合 那我觉得其实看得到 看得到成效的 这个这个应该花不少时间沟通 跨局处整合 以前你是跨部会整合 现在跨局处整合 对不对 应该要 没有啊 以前不管在那 就是观光就是一群人走 一群人一起走 所以刚刚就像姚大哥你所说的 食宿游构型 都是观光客想要的角度 那在这个角度底下 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帮忙 那观光我们其实 是产品的包装提供 对不对 那在这个产品的包装提供之前 一定有很多局处 他已经把一些硬体 跟周边环境都建构好了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产品就很适合 不是只是市民自己觉得很好 还可以介绍给外地的人 外国朋友都可以 甚至国际的外国朋友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要谈的猫空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是政大人 我读后是政大人 可是实际上 对对对 因为我在那 大学跟研究所都在那 所以其实 局长是学什么的 局长是学什么的 新闻还是学观光还是学气管 这样讲下去 大家讲 我是社会系编证研究所 学蒙古文的 真的假的 OK 好 不过我在政大是蛮久的 那实际上 我们政大人 我不管在 好吧 我要讲一下我的年龄 三十几年前 我当大义新生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政大就是 后面 我们讲称为后山 山上的宿舍 教室才刚开始 我们算是第一批使用的 那每次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还没有捷运 也没有所谓的三猫 我们讲 三猫就是猫空嘛 猫空那时候有了 那没有猫懒 也没有猫熊 这个所谓的这两个 也就是说没有动物园 没有懒哥 那在没有那个时段里面 我们大概都是从台大嘛 大部分都是从台大公馆 我们连吃东西要玩 都是到公馆那一带 对那比较密集 可是我们 政大人反而知道 我们有一个叫后山 在后山里面就是猫空 商山寺 甚至银河洞 就是喜欢爬山的 那里有非常多的步道 其实我这一次 比如说来到台北市政府 我上去拜访了里长 或者是指南宫的董事长 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动物园 或者是猫懒的主任 大家还有社区 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当年在政大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走路上去 大家说走路真的 我说我们就是这样 我甚至连去指南宫 我们吃了树栽 我现在讲的迁接步道 我们都是从政大校门口走上去 我还跟那个 那体力要很好 角力要很好 我们都是去打牙计的 可是体力要很好 那个阶梯很多 其实旅行 我常常就讲说 体力当然 我们讲健康非常重要 那可是让你觉得走路不累 这件事情 就是风景要美 沿途就是 不管是要好吃还是好玩 因为你累了 你可以有好吃的休息一下 再往前走 你就不会觉得很累 所以我是觉得说 真的不是独厚木栅 猫空文山 所以因为我是政大人 实际上是因为 他是值得推荐给 我们讲就是 不管是国内 或者是国际的旅客 他像我们都知道 指南公司很有历史 他甚至他在一百年前 一九一九的时候 就有一个山川记 他就有一个很有历史的山川记 那大家有看到一个画面 像这两年 有一个画面 在指南公的那个平台上面 结合幽人神谷 哦 可是幽人神谷 幽人神谷不是我们华人的东西吗 对 那个有点日本味啊 对 可是幽人神谷他是木栅人啊 他在牢泉里啊 哦 OK 他就在木栅 也就是说我现在其实 在地发生的事 对 从艺文这一块 嗯 嗯 意想木栅就有了 嗯 哦 这是这个部分 那刚刚讲的 不管是后山 哦 就 其实我 我最夏天 像这个季节 我就印象 我们讲 如果要讲木栅的味道 对 当年我们的味道叫做野浆花的味道 是哦 哦 对 因为他是非常多的溪流嘛 虽然不大 可是他却是有水 哦 有水其实 当然野浆花都是在那个水 水边的 哦 他有一个很清香 有一个独特的香 对 你走在那个步道上 你都可以闻到这一种淡淡的清香 哦 所以我们走在路上 我们不是训练体力哦 我们完全就是 当然 你要去找饭 找吃的 有一点点浪漫 哦 因为一群同学嘛 对 对 男女同学 大家说 因为搭车出去都太远了 我们就是觉得说 走到后山 大家一起去猫空 哦 就是喝个茶 大家都讲到茶 沿途的 对 沿途的野浆花 都很漂亮哦 而且 在那个平台上面 看整个台北市 嗯 嗯 我们讲就是灯高望远 嗯 对夜景 嗯 哦 那还有夜可以关心 晚上的时候 光还少 那个时候 对 所以 走近 猫空 哦 是走 是安静的静 宁静的静 嗯 对 嗯 可是你在 在走的这个里面 其实 整个大自然 哦 我们讲味道 这个味道是有的 哦 那猫空那边 大家都知道 文山包总茶 是哦 甚至铁观音 是 铁观音算是台湾最最棒的铁观音就在木炸嘛 是哦 OK OK 对 然后在这个部分底下就 除了你又健身 又可以喝茶 哦 那甚至其实 呃 在五月的时候还有萤火虫啊 哦 就生态 嗯 对对 生态 他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 那 大学生大家这样一群同学那感情都特别好啊 像我们就是觉得 到现在都跟大学同学都保持非常好的感情啊 也是因为一天天生活在一起 嗯 对没错 对那现在又有你看那个已经明年就要过110岁的动物园 嗯 嗯 那明年就110岁了呢 知道吗 我不晓得 嗯 OK 他明年就110岁了 嗯 那 大家知道他就是动物园里面 其实他算是我们台湾哦就是小每个小朋友的一个记忆嘛 对哦 你的成长里面一定会会到的一个地方 对可我我小时候动物园不长在这儿 哎长在原山下面 我知道啊 对啊 我们不要讲我们年纪有多 对再搬过来 嗯嗯嗯嗯 对 我们就是动物园 他从那个就是民国77年嘛 他搬过来以后 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我 我考上高考 哦 我去花莲 哦 你最早在花莲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动物园 哦 所以我才会说其实跟我同年代的政大人 我就要呼唤你们啊 哦 当年我们只有猫空 你还没有看到猫懒 所以他跟跟你们跟你们这群政大政大的同学生生活是有非常深刻而紧密的连结 对不对 除了休闲以外可能找吃的也往那里去走 然后找心灵的这个瓶颈去祈福也往那走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事都要往那走 对 然后偷偷谈个小恋爱也是往那走 对不对 对啊 夜观星嘛 对啊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请局长好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一次台北市府观传局 他们在规划台北猫空茶会 他们分几个部分啊 然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进一段小广告带回来 嗯 来我们继续跟台北市政府 政府观传局的局长陈淑慧 淑慧局长聊 观传局规划的一个台北猫空茶会的活动 他有个主题叫走近猫空 近啊 是宁静的近 安静的近啊 可以想见啊 这是在在在有一种这种心灵的 包括除了除了这个运动休闲以外 他也在强调一个心灵的休闲了 我觉得这个这个一定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继续跟淑慧局长聊了 局长那你要怎么做 因为猫空一直是百年来的这个以制茶文化作为有名 那当然很多台北人会去到了休闲休休假日会上去找一个茶餐厅找一个茶坊 可能就静静的坐在那里喝个茶聊聊天 但是市府观传局的企图显然不止如此嘛 你们还想要让大家更深刻的或认识更多的什么样其他的面向 嗯 局长 因为他常常就是说我们假日上去喝茶 是 可是就是他没有再去体会 到底到底猫空除了喝茶还有什么 对啊 对 到底是猫空除了喝茶还有什么 实际上他除了一个我们讲叫做茶文化嘛 一般我们就讲的一个深度体验 茶文化以外呢 还有我刚刚也有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北台湾的那个竹笋比赛冠军 也在温山区哦 在老泉里哦 哎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里这里地灵人节风土特好 第一个他海拔稍微高一点点 对不对 他高一点点另外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如果在镇大的人知道 他那里是比较湿一点 哦潮湿够潮湿 对他的在那个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在包括那个土质 嗯跟那个土 他大部分都是属于叫做红 红土的那个部分哦 他那个土就是说 他有一个就是环境嘛 是 然后温度嘛 然后土这一个部分 嗯 嗯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老泉里 我刚刚就讲 我们其实台湾除了云门剧场 另外就是幽人神谷 嗯 也是一个台湾可以代表台湾的 非常知名的一个表演 呃那个 艺文活动 剧团 哦 对剧团 那他就就是 呃他的本家就在 也是在木炸就是老泉里 哦就是这个艺文 也就是说大家不是只是泡茶 其实他在这个部分底下 他有一些我讲其他的潮文化 还有农业文化 哦 所以我们这样的进就是说 让你放慢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我只通通的来吃东西而已 哦 哦他还有一些体验 那这个体验白天里面 我们讲不管是呃所谓的艺文的这一块 另外就是其他的农室体验 农室 哦 农室体验就是我们讲茶嘛 你去 对 呃 去品茶 去做茶 嗯 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诶 煮损 哦 你去怎么样去把它亲自 挖 选 挖 对 这个部分这个体验今年也有了 对 那如果你待到 呃你甚至还可以去 因为呃 猫空那里 你你可以选择走路上去 是哦 那一般我知道你又要讲说啊 是你体力好才走路上去 我根本搭猫缆上去 是哦 那猫缆 另外你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缆车 他他要干干净净 是不是要有个洗车场 要有个厨房车子的地方 对 没想没想过这件事啊 对 那在猫空那里 像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你还可以到厨车场去 你开放啊 对 每天晚上当他跑完以后怎么样全部 七十几个车厢 在这个除车场 呃 然后大家怎么样去经过怎么进场休息 呃 清洁 对 清洁跟保养 这开放给大家看 对对对 还有这样的感官体验 哦 那另外就是大家也知道就动物园嘛 你从高度 就是搭着缆车的那个中间 你从上往下看那个动物 嗯 然后你也大概去理解说 哎 某些地方为什么他的那个猫缆的路线会稍微改一点 因为他就是怕缆车的声音 扰动到那个动物园的动物 哦 这也要考虑到 嗯 对 所以呃 我们通常就只搭缆车 完全都不知道说 哎 这中间有哪一些事情 有些细节 嗯 要关照的 嗯 哦 那在这个不管是属于生态 或者是动物的 我们讲关怀 嗯 就是动物 全全力的保障这件事情 对对对 哦 还有一些知性 知性的包括生态嘛 包括我们讲的 哦 机械性的就是缆车的这个部分 是 哦 那在就是品尝嘛 怎么样用茶 茶 入菜 哦 哦用茶变成是料理 哦 那更不用讲说 另外一个是 一百多年指南宫 大家都知道 他是台北 呃 他那个 竹博参道 哦 迁接的这个 是台北大众走的第七段 哦 一段在象山那里 哦 哦 对 哦 他是第七段 嗯 所以有好多 好多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体验可以去 去分段去完成它 去去试 哦 所以这次办这个活动 其实这件事情 除了像竹笋 嗯 他是四月到十月 哦 哪有那么长哦 这么长的时间哦 那基本上他主要的盛产是在六月 哦 哦 六月到十月是盛产 我们都以为是观音山产竹笋 不止了 没有啦 现在这里也有 对 去看一下比赛的成绩好了 他只是 只是 就是说除了你去采以外 因为他的数量的确不多哦 一出来就卖掉了哦 就是数量 还有就是留在当地吃 所以你要想要吃到这个不容易 我们叫冠军笋 就是真的要到当地了哦 哦 是这样子的 ok 那所以在这个 而且每年大概农历十月的时候 就是那个 呃 死南宫的三川祭 哦 十月十四 十月十四 那个主要是在 祭典的目的 他其实叫做尽三尽神嘛 哦 哦 对 就是对于整个我们讲就是天地 还有生态 嗯 的一个尊敬 哦 因为要让永续 所以他实际上是很 很 不是宗教 不只是宗教 而是在于是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所有的 哦 不管是我们的自己 呃 我们 呃 的来自的饮食 嗯 或者是我们自己 呃 生活的空间里面 要存在着所谓的 爱护 这一个山林 哦 所以他就是说 因为有他们才让 我不管是在 所谓的水 你看有 有山川 他就可以做 对 哦 他有那个土壤 他就可以让我们 不管是在使用水 或者是整个环境 嗯 我们讲就是 现在暖化 实际上在整个大自然的 这个 呃 保护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也是另外一种唤醒 嗯 嗯 所以 像我们 讲说这个活动 我们除了要让大家重新认识 猫空 重新认识木栅 重新认识文山区 我们相对的也要告诉大家 其实在这里面的一个 我们讲 生态的爱护 哦 山林的保育 哦 甚至刚刚我也讲 大家也很难想都会 怎么会有 那个萤火虫 你也知道到 只有在呃一个真正的保护环境 嗯 他才会有 对 要很干净的环境 嗯 对对 嗯 那因为那里的污染也相对少 所以他呃 呃又可以夜观星 哦 哦 那现在猫懒 他有夜间猫懒的时候 你看哦 在七八点 嗯 他那个视野 其实呃 木栅他离新北很近 是 他一下子你爬个山 你可能到新北市 是 你离台北东区也很近 嗯 所以他在猫懒 在那个平台上面 你就可以看台北的夜景 台北东区夜景 很美 嗯 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 你不是只有白天 晚上 其实也多了一点 浪漫 讲起来 讲起来 整个的 猫空 这 包括文山区 包括木栅 他的这个资源 很丰富 很多样 对不对 对 可他就是属于比较 不是属于那种动感 他觉得要花时间去 对不对 对 他就是属于生态 跟那个文化的这一块 对 不是属于那种那种那种动感的 而是属于比较比较 比较深沉的 比较内敛的 需要慢慢去 去去体验的 对不对 对 哦 你知道疫情这三年 其实大家也比较 希望的 就是去拥抱自然 哦 实际上猫空 他就是变成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 那又因为他有 公务员 其实他又是一个亲子 嗯 我们讲就是亲子 如果过暑假 嗯 因为他稍微高一点 所以他也不会那么热 嗯 他有多树林 其实相对的就好一点 好一点 可是这个 我一直 我一直担心 就是说大众 大众交通系统到那个地方 到那边的黄金区有很方便吗 您说是到猫空那边 对对对 猫空那边就是主要就是猫栏啊 就还是要靠猫栏上去嘛 对 嗯 猫栏或者是有 呃公车 公车 只是他的公车是属于 有点像中巴的 不是那个大车 对对对 台北好行还没有到 台湾好行还没有到那里 台湾好行现在目前只有竹子湖 还没有到那边 哦 可是如果他在整个 呃 我觉得在 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也许 台湾好行还是有可能 可以开过来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他在这个部分底下也一样啊 在这种 我们 想说 呃 猫空可以现在维持这么美 实际上他也就是在于 我们讲 在人数上面 哦 哦 我懂 我懂 那么拥挤 嗯 那大家就知道你从台北市 大概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到 对 哦 对啊 所以不要不要不要太多人 太多人有时候反而就是 哎 一个就过度商业化 第二个可能就人一多啊 就 就熟了啊 这会不会 就是会比较拥挤 可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这也算在你们KPI吧 呃 我我觉得我们的KPI是呃游客的满意度 哦好 太好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数量 对不对 嗯 呃 因为在12个行政区发发现12个行政区的个别的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哦 对 因为观光本来就不是一个复制嘛 大家互相补味 要有各自各自在地的特色 对不对 你看像猫空这里就是补大台北地区之外的一个山林嘛 啊 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做推广 我们会讲说 其实呃世界各国的大都会 台北算是国际大都会 是哦 那我们跟一些国际大都会像比如说哦什么呃新加坡的或者是纽约或者是巴黎伦敦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同样的是交通就是大众运输是是都很好是我们呃很方便嗯 嗯住房的选择也很多饭店也够啊对室内选择也很多那不用讲啊对那 可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30分钟就可以去爬爬山啊可以靠靠近海啊可以去看看夕阳啊对对对对 如果以这样来说差不多啊啊三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啊或者是淡水啊就近山近海嗯是非常方便的嗯对不对我我十分啊在 前十五分钟我是在台北的101对15分钟后我就可以到那个猫岚底下 差不多这么快 十五分钟哦哦差不多啊你忘记了吗那个啊往后啊啊往后那边过来那个快速道路就到了嗯嗯嗯 大家只要没说你就不知道他进嗯没有刻意没有刻意提醒啊对不对对 对 去基隆也是很方便 20分钟 对啊 只有台北能够这么快 那我才会讲说 12个行政区的观光资源 就是去补大都会 也就是国际大都会 我们等于是去帮台北加分啊 可是他也就是台北啊 对 那台北加分 等于帮台湾的观光加分 因为国际观光客有八九成 其实都是来到台北 从这里进出 那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就让他知道 其实连台北这样的一个盆地 都能够这样子靠近山 靠近海 靠近你想要喜欢大自然的 也那么那么容易 其实是幸福的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生活在台北 照局长这样提点 提示我们就是 你看 20分钟你可以进山 你可以清水 你甚至有任何一个山 都有很多样的步道可以去 然后你去玩静海的话 你其实25分钟也就到了基隆港了 基隆 对不对 有很多地方 然后你要去北海岸 东北角也大概就一个钟头 都很近 对不对 不像外国今天 但是国外就很大嘛 他到一个海边 可能要开三个钟头的车 尤其是坐游轮的话 四个钟头才能去 你来回就八个钟头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讲 其实真的在台北生活是 是蛮幸福的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再请局长跟我们来 那个推荐 三猫地区 有什么推荐的景点 非看不可 来我们继续跟台北市政府 观传局局长 陈淑慧 淑慧局长来聊 他们是否办的活动 台北猫空茶会 走进猫空 它其实不是一个短的event 它只是一个主题 用这个主题拉高 提升大家对猫空的认识 还有提高它的能见度 当然很多事情 在刚刚在这个局长的提点下 我们才知道 不是讲到猫空只有茶而已 它有生态的 有夜景的 然后有艺文的 有宗教的 有很多的面向可以 这些东西呢 比较特别的是 你必须用放慢你的脚步 慢慢的去咀嚼去体会 那那样子的这个活动 它跟台北其他的行政区 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 来我们看图说故事 来局长 这个来 这是哪里 其实来到猫空 大家喝茶嘛 品茶餐 然后再去做一些茶体验 那来到这一次走进猫空里面 最主要 就讲 你可以品茶餐跟做茶体验 就是你在经过一些生态旅行以后 那老师们就是会在有那个茶叶推广中心 就会有专人帮你做解说 就是怎么样去泡茶喝茶 那加上整个样去认识 怎么样茶的一个过程 制作茶的过程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这个也就是这些茶达人 茶叶达人或是生产者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鹿菜 他有做一些茶料理 对 可是这个老师看起来 这个这里面 因为他会让大家去体验 老师教了以后 你就自己也要动手做啊 可是局长你看 你看这个好像外国朋友 你看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已经做了几年以后 他参加的人 国际 这个是自己去动手 所以他是 他是那个参加者 哦他是参加者 哦 有了我看到这里有几个 这做前面几个都是外国 大家慢慢慢慢去学 泡茶 对 刚刚那一次教嘛 老师教了 专门解说 专门解说之后 就是你实际上来尝试 对 很有意思 他不是老师 他是来体验的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境 这么漂亮啊 有这么好的环境啊 对啊 所以你就没去 现在那个帽框 有非常多的特色的 我跟你一样 也是三十年二十年前去 后来这骑摩车的时代有去 后来就没有再时间再去了 原来现在有这么漂亮的环境 你看 然后呢 视野非常好 你看他们丰富的这些 以茶录菜的茶料理之外 你还可以看场景 这真的是 不是组合照片哦 真的不是 我知道啊 我知道 你看从这就可以看到 我讲 白天的那个大台北 那个东区的景色 这一家应该 不知道是哪一家 没有很多家都有 真的啊 不是只有一家 我本来很担心说 这个环境那么好 可能 三个月半年前都被订掉了 没有很多家 那一排都是 那另外 我们这一次还去了老泉里 那里也 就是挖竹笋也一样 都有这么棒的 这么棒的餐厅这样子 消费会不会很贵了 那应该是 不会不会 像你哦 你去那你一定会觉得 你会劝老板说 要不要调一下教材 真的假的 没有 他真的就是不贵 真的啊 而且那个 你看那个景色 真的就是非常棒 很漂亮 图片一出来 你看了就心向往之嘛 有时候图片 图片会说话嘛 就就讲半天没有用 你一张图就 就就定生死了 对对 就可以讲很多事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除车厂 对 他就是那个 猫懒 懒车放进这里面 为什么这一次会特别 他上面有一个输送带 就是那个车厢 进来的时候 他会把上面那一个 就像我们挂那个画 你知道吗 就那个轨道 然后进来 可以这一次 就是说如果你参加这个 你还可以上去那里做个体验拍照 这次你们为什么会想把这个也放进来 因为应该是说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不是只是一个比较浅的说 我就喝茶我喝过了 我也知道他有茶 可是人家不知道说其实现在搭猫懒 那我也搭过猫懒 可是他不知道说 那猫懒 要成就一个大家看到这么光鲜亮丽的猫懒 他总共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这一次也跟猫懒一起合作 我们就想说把这种环境 他们就必须要派 派专人来解说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因为他们也乐意啊 因为让大家更了解猫懒 他整个一个过程 就了解缆车的运作 对对对 缆车运作甚至后厂的清洁管理等等 其实都要付出很多的心血人力 是啊 这小朋友在体验 这次就有很多环境教育的部分啊 嗯 这小朋友在体验看他的表情是 不是做假的啊 是很开心的 在认真的在听的 这一次就有这个体验行程啊 这个哦 这就像国外了 这就像全程 然后从上面又可以看到东区啊 101就在脚下啊 我们我们好像有 有那种透明地板 透明地板的车厢 cabin有没有 嗯 有有有 我们有有 好像有少数的 有 对 而且那个那个很热门 哎 嘿 那个大家等那个很热门的 嗯 他那像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的时候 他还有把那个毛缆 呃光 那个灯光 嗯 那个做光雕啊 对对 有有做一点灯光的设计 那就是从上面又可以看烟火 也就是说你看烟火不一定要到101那么近 那更不一样那应该排队爆满吧 你看这101就在里面啊 你看 对不对 我们去年就告诉大家有所谓的赏烟火第一排啊 他就是其中一个点啊 真的是烟火第一排啊 真的是 哦 在台北就是这么好啊 因为台北四周都有三嘛 哇 因为他有一些糕点他很自然就可以变成是烟火第一排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里看 感觉不一样那个那个喜欢拍照的人应该也是 哇 有 那这里也是 应该抢风了吧 哎 对满 应该是满了 一个字而已 满 哈哈哈哈 哈哈 讨厌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这个好漂亮 这哪里了 这是张树步道啊 我就想说猫 猫空就是 其实他有一个张山寺 然后他也有那个 张 张树林 哎这个好漂亮哦 对 所以我就想说你就知道我们不是翘克 我们就是有空我们就会到后山 真的啊 这以前哪有这样子吧 这应该也是 这个当然是我们我就讲观光到某一个程度 以前我们可能是没有经过整理 我们就自己走走步道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大地处 对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不是 很多局处他去慢慢 那甚至他还种花 对 像这个鲁冰花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那个三四月的时候 那个木栅是有鲁冰花海 哦 你看 所以我像我以前我只记得 那个野浆花 结果现在又有鲁冰花 那好漂亮 现在另外还有很多像四五月 其实五月还有很多油桶花 哦油桶是五月 五月雪 对对对 没错 客家人特别重视 这会变成其实除了喝茶 另外我讲我们自己正大人 老正大人的 野壮桑花之外 现在还有鲁冰花 这是都是我们那个大地工程处 哦他们投入资源 去整理的 对 这样种树种花 哦 所以建构出来 然后把那个步道整理出来 他们去投入资源去建设 对不对 去规划 对 然后观传局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像 全全全全全世界推广让更多人认识 对不对 对认识这里的好啊 对 对啊 这个 这个很一流 这个拍照很棒啊 这个 对啊 因为那个猫空上面他有一些 因为有有那个溪流 他有这是湖穴地形啊 哦 然后在萤火虫 这就其中一个地方 这个有没有危危险啊 报告局长啊 不会不会 因为他比较高 他不是那一种 他不是溪流 那个暴雨的那个对对对 哦 他其实在那只有一些浅溪 不是那一种 阻滋流那一种 哦 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大的蓄水能力啊 哦 可是他跟那个银店那里不太一样 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看一看天气啦 天后好的时候 对对对 如果他基本上大概就都是很浅很浅的 几乎大部分有时候可能是缺水就是干系啊 对 哦 所以这个确实的地名比较 他是小河流 哦 他只是个小河流 他是河流 只是 只是摄影者很厉害 用个广角镜头贴的地面 帮你拍出一个情境出来 厚厉害啊 啊 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就是那个水 对对对你看到那个天气吗 你是因为这么重啊 对不是他拍的很美啊 就是我讲啊 可是实际上哦 你要知道为什么说是野江花的回忆 因为他就是因为 其实镇大附近就是有这种小河流 哦 他不是那种可以吸水 不是吸水暴涨那一种啊 他只是一个小河流 ok 那这个小河流 所以他旁边像野江花 就是要一点水 长在旁边 嗯 他就可以一直这样长 呃长出 那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要 那因为 但是生态保护做的非常好 嗯 现在也有萤火虫 ok 对 这个也是要花时间 那那个也可以 观赏一些那种 虎穴地形啊 哦 就是那种地质的 嗯 啊对 好 那个就是一个生态教育的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景观 嗯 好 继续跟台北市府 观传局的局长啊 淑慧局长 陈淑慧局长聊这个 台北市市府在规划的 这个台北猫空茶会 走进猫空 哎 局长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把12个 12个大区行政区 又抓出不同的主题 让透过不同的包装 让更多的朋友 从不同的视角 从不同的方式去体验 然后你们去把这些12个区 各自的定位拉出来 是不是 慢慢的 对啊 哦 对没错 因为呃实际上 每一个地方啊 我就讲呃 都有他的好 嗯 然后 只是常常就说 哎 为什么 他 他有那个 我为什么没有 其实观光不是 他有 我就要有 嗯 可是 你要想到的是说 哎 我有别人没有的 对 要不然同质性太高 每一个区 他的独特性 这是的确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规划哦 而且里面可能还要 其实也还好啦 因为呃 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不同的行政区啊 嗯 他在对他的自己的所居住的区域 哦 应该会很熟悉 那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是台北长大的 哦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像是东部人哦 哈哈哈哈哈哈 台东 我是台北长大的 而且我 我又是属于喜欢走路的人哦 所以呃 我觉得只要是放慢 嗯 慢慢走 一定就有办法会找到那个区域到底有什么 垃圾哦 对对 就是这样子哦 哦那所以这一次 比如说我好来到台北市政府嗯 他在讲走近猫空这件事情嗯 我就会讲说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要让我们这些老政大人说哦 或者是二三十年没来木炸的台北人哦 像我像你像我对 就是说哎 重新再上去好 那当然我我讲正大人是因为有情感 嗯嗯 因为我们常常其实你有回家的感觉 可能大家在国际呃 在住在国外嗯 久久回来我们大概很习惯的说 我们到回到母校走一走 对哦 可是我们只走母校 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母校以外还有哪里 嗯 可是像这一次回来我就觉得说 哦除了我们以前嗯 呃在就学的时候没有的毛缆嗯 哦没有的动物园嗯 哦甚至在现在我们你看我们大地工程处 已经把很多的步道 我们以前做出来了啊 现在都做出来了嗯 很漂亮哦 那以前我们像里面只有野薑花 可是现在却有哦 卤冰花哦 有有有铜花有这些 那以前可能都不知道说 因为像幽人神谷嗯 嗯其实他在1988年他已经 他很早就已经在那 只是他以前在练 他只把他当做一个练习场 对然后接着他练完以后 他就是出国表演 哦到各地表演 因为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哦原来他的老家在这儿 对就在这儿那其实在呃2019年就前几年不是那个 尤人神谷有一次火灾 嗯他就像之前云门在巴黎的时候也碰到火灾 对 然后他后来才发觉说 哎其实呃在像那个团长刘若鱼他就讲发觉说哎一些道具可能都烧就是呃 呃剧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附之一具 可是唯一还在的就是这些山林树木 他竟然没有被火烧掉 他就发觉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自己本身 对 哎自己在这个落地的这件事情 嗯也就是让人知道说其实他跟在地的这个 情感所以才会呃像前两年 除了呃 呃呃观春局有办夜观星 嗯就是晚上就看星宇以外 嗯还有一个 结合 呃呃紫南宫每年10月14号 嗯就是那个农地的山川记 嗯那个时候就圄仑神谷跟紫南宫 就一起了 紫南宫在他那个平台里面就做了一个呃呃表演在就叫 叫李三川 那所传达的就是在于 我们对于这个土地 这个大自然 他给了我们 那我们一样要 再有一种所谓的尊敬的回馈 对 那所以 也因为这样 就是我讲我们的硬体 我们有其他的处已经弄好了 那又有 长久在这的艺文团体跟 非常重视艺文的 像指南工其实他是非常重视 所以在这个部门底下 大家就是一个合作 那那个 这一次走进猫空 我们不管是专人导览 或者体验 都是茶农啊 有青农 还有一些商圈 都是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才与 对包括 里长把说 那个竹笋 他已经一出来就会卖光了 就留一些给观光客 来品茶 让知道 大家就是 大家把最好的全部拿出来 就变成我们观传局 就可以利用这些最好的 然后 最推广 对 共好 共学 共创 共生 大家可以一起把一件事情 这个透过大家的力量一起把它做好 来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步道 是吧 对 就是祖国残导啊 就是我想他就是台北大众走的第七段 哎 可是这个总共有 总共有几阶啊 有没有算过啊 这阶梯 它是一千两百阶 所以叫一千阶 可是你不用一下子全部到一千两百 不是 我怎么可能 我走 那中间还有点休息的平台啊 你还是会走啊 你不走完 你掉在半路 你怎么行啊 对不对 不会 因为沿途非常漂亮 所以你不会觉得你走了一千两百阶 你不会觉得累 对 真的不会 不会觉得累就是两边够好 真的吗 真的 来 改天我们约了 我相信 然后你要帮我们写一下 真的不累 一点都不累 因为两边太美好 来 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平台 这个就是我讲的 那个子南宫 你想想看 那个就是他在三川祭的时候 前年就幽人神谷在这边表演 哇 那那个声音开玩笑 那个回荡 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他四周的那个360度的视野 好棒 这又是一个很棒的 IG点 我刚刚讲的子南宫那个平台啊 哎呦 可是子南宫不是有 所以你不用走到 报局长 子南宫不是从你念书时代就开始有个传说 是什么男女生谈恋爱不要去子南宫是不是这样说 对 有啊 我这一次碰到董事长我就说 我以前就是让我 呃 虽然男女同学都去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 只能女生跟女生去 男生跟男生去 会跟他有什么事情 哈哈哈哈 是不是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 啊 你要不要替他洗刷 这是我们自己的败光也死啦 实际上真的不会发生这种事啦 我们也有同学 这样还是现在还是婚姻美满啊 哦 对 对啊 对 可是那个传说是怎么回事 那个吕洞宾嘛 大家就讲说是吕洞宾 最近吕洞宾245岁 前不久他过生 呃那个陈仙啊 的那个今天 念日啊 才有上去啊 你 他就讲说是因为吕洞宾啊 哦 哦 那吕洞宾跟男女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我到现在搞不懂啊 奇怪了哦 啊 他那时候不是李铁拐 吕洞宾 啊 他们就是有那个八仙 嗯 八仙过海 那在这个部位问题上 对对对 那 其实呃 这一个啊 我 我坦白说啦 嗯 呃 还是去问一下高董事长 哈哈哈 不过我只讲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我留一点答案给大家 好啦 大家去查一查啦 因为我们的传说 啊 跟真实啊 其实是不一样的嘛 嗯 那只是大家就是我们讲 我们以前啊 大家只会 呃 就就应该是讲说大家 找到一个理由讲个故事 这叫拜官也使 对对对 可是真实的事情 还是要还 旅主 哦 的公报 所以我欢迎大家去找一下高董事长 他一定会跟你讲一个 哦 几百年的故事 完整的啊 完整的啊 啊 完整的论述 对完整的 而且其实在紫阳工哦 我只是 其实我我那时候跟 碰到高董事长 我说很抱歉 我们以前就是没有奉献的 哦 那我们就是那 因为他们那里有树栽 哦 哦 那当年我们就是大学生嘛 嗯 你也知道我 口袋不够深 啊 对对对 大学生 然后又 又又又饭量又很大 哎 糟糕 那时候 对 嗯 啊他那里吃饭又都 呵呵 都又不太管我们吃多少饭 哎呦 那好啊 嗯 对 所以 我们走上去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吃饱 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累啊 我是有点强 哈哈哈哈 原来去蹭饭的 原来把自己全身时代的 他真的有住在 所以实际上的确 指南宫也是间接的照顾了非常多的 那个正大的学子 对 所以一直 我想 正大人应该很多人都去过吧 感激感恩啊 哦 对 就是心存感激 都有的 那在这部分底下 嗯 其实那个竹博参道 他两边也因为 指南宫就是他常年他把那个 我们讲那个 树跟这些还有竹博 整理的非常好 嗯 哦 所以你会走这个1200阶 沿途我才会讲为什么不累 不累只有在于说 如果你今天叫做练体力 嗯 你一定会非常累 嗯 因为你会觉得我在爬楼梯 嗯 可是如果你就是说 哎我只是慢慢的沿途欣赏风景 嗯嗯嗯 哦 那又有一种 其实 心灵的 嗯 心灵的 你都会不自觉的 你就会就上 就上去了 对 嗯 我找时间去 我在想这一次其实 呃办这个活动哦 除了让大家重新知道 呃木炸哦 我们讲 呃茶 知名的茶可以 嗯 他所做成的呃多多种的不管是茶餐 或者相关的茶办手礼 嗯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其实 嗯 刚刚是不管所提的嗯 嗯 呃呃呦人神鼓在老泉里 嗯 智南宫 他这百年一直都是在这 在呃 在这一百多年来就是在木炸 嗯 他在另外在有很多的平台 嗯 其实他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生态观察 不管是关心嗯 或者是 就是赏营火虫嗯 另外就是因为木炸长年其实他是比较潮湿嗯 所以相对的他在一些呃森林的嗯 就是有一些生态 长得很好嗯 嗯 都是长得非常好嗯 那又有全全国甚至其实木炸动物园在国际上面 对 很多的合作 他不是只是国内知名 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 动物园 那个呃呃原就是呃呃呃呃呃就是动物的一个住 呃应该是说不管是研究或者观赏的地方 哦 那另外猫懒哦 貓欄大家剛剛也有講過 他不是只是一個 交通運輸 大家知道他周邊你所可以看到的 不管是台北的東區 甚至他還會為了不要干擾到動物 而稍微在那個路線稍微調整 這都有很多的 我想他不是 只是大家就一路直直上去的一個貓欄 那在這個裡面 他的一個放攬車Cable Car這地方 怎麼樣去護護清洗都有 他甚至大家知道台北的冠軍筍又在 又在這邊 哦原來 所以資源非常多樣 對啊更不用講說 每年要去讀書的政大學生 好幾千人對不對 而且是高學府 對 那現在又有一個達閒圖書館 也是搭網美打卡的地方 OK 不是只是政大的本部或山上 他另外旁邊以前我們稱為一個研究中心 國關研究中心 他現在就是達閒 哦對 就是等於政大的另外一個分管 那他那個因為設計也是非常 也是又有又有水你知道嗎 嗯 有一點不到 那就很多人也去 因為很漂亮 嗯 對對 景觀很好 也是一個現在大家拍照打卡的地方 好的 好了我們節目時間呢 其實已經到了 今天非常謝謝台北市政府官團局局長 淑慧局長陳淑慧局長來跟我們來介紹台北貓空 因為他們在辦一個活動 叫台北貓空茶會 走進貓空 其實除了剛剛的這個景觀資源的介紹以外 貓空在地的商圈的店家啊 在這段時間啊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優惠啊 那超過30家的商家啊 超過30家的商家 其中包括了 比如說你可以吃冰淇淋 霜淇淋或者是茶等等啊 不同的消費有不同的禮遇 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活動就是 蹦世界智慧導覽APP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電子集張景點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下載 然後集張 然後當然了相關的資訊呢 大家可以上市政府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官團局的網站去搜集 我相信只要打關鍵字貓空 應該都可以查得到 這個活動的細節 今天非常謝謝局長的時間 因為他實在很忙 因為他官團局做好多好忙啊 我每次這樣問啊 他都在開會開會開會 謝謝啊 局長謝謝你的時間 希望你所有的活動 這個都能順利成功 然後得到市民的支持跟肯定 謝謝局長 拜拜 嗯 好拜拜 謝謝 謝謝 嗯 嗯